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挖拉艺术》,我是M 今天这一期艺术分享呢,终于要讲到我们中国的艺术家了,赵无奇 那相信这一位大师的作品呀,很多人都有看到过 在拍拍场上呢,也见到过很多过亿成交价格记录的这些名品们 但是很多人还是不了解赵无奇 他的一生经历了什么,他都画了些什么呢 今天啊,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赵无奇的故事 他不只是法籍华业的一个画家,他的一生非常的精彩 我会通过他人生的三次婚姻时间线去讲解他的一生 因为他的每一任夫人都能够代表他当时作品的风格 那我们就先从他的出身开始想起吧 1920年,赵无奇出生在北京 他出生于赵氏家族,一个源于宋朝的古老世家 赵无奇在南通,上海北方的小城度过了童年岁月 读完了小学和三年的中学 他的父亲是这座小城里的一位银行家 那他的父亲是比较支持他进行画画创作的 反而是他的母亲觉得你的画画好像没有什么前途 倒不如像父亲一样去作为一位银行家 赵无奇15岁的时候考进了杭州艺船 也叫做杭州美术学院 那接触到了中国水墨和美术的历史传统 可是他非常的有个性 一点都不喜欢中国的传统化 当时的授课老师是潘天寿先生 在课上让他们去画四毛 他觉得讨厌的不得了 一点都不喜欢,非常的叛逆 差一点就被开除了 后来在恩师林凤棉的力宝下 才留了下来 毕业了之后 他也留在学校成为了一名助教 在杭州一专的这段期间 不只是学习了 同时他也邂逅了人生的第一位妻子 谢景兰 两个人郎才女貌 年纪相当 一见钟情很快啊两个人就结为了夫妇 在香港注册结婚了 在这个时期 赵乌吉深受赛尚啊 马蒂斯和毕加索的影响 他从伯父巴黎带回来的明星片上 或者通过他在法国租借书店买的杂志上 刊登的复制品 发现了这些作品 那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 瓦蒂姆埃利塞夫呢 在重庆见到了赵乌吉 强烈的去鼓励他去巴黎发展 1948年赵乌吉在征得了父亲的同意之后呢 与妻子一起前往法国巴黎 继续他的艺术求学 这一去啊一呆就是50多年呢 他的整个作品的风格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日后说 他是在巴黎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远离学艺时期所接触到的古典美学 改为研习西方的抽象主义 可是啊又在1970年初 回归本源 重拾中国的传统艺术 创作出中西合并的剧作 怎么发生了这么多的转变呢 哎别急啊 慢慢的听我来说 1949年赵乌吉开始接触版画艺术 在法国留学初期的赵乌吉作品啊 都是这样的写实作品 我们可以从画面中看到 慢慢的从写实过渡到写意 这个时候啊 他与第一任妻子谢锦兰呢 也慢慢的安顿下来了 结识了很多好的朋友 并且在巴黎呢 办了自己的第一场个展 两年后 1951年也与建筑大师贝玉明 于巴黎结识 成为了毕生的好友 他们两个的感情啊 可以堪比巴菲特跟芒格了 一生的挚友 非常的令人羡慕啊 两个人呢 都是艺术家 又有着相似的背景 一生当中啊 也合作过无数次 为彼此的艺术生涯呢 都增添了一份光彩 比如在1982年 赵无极介绍了法国文化部长 给贝玉明认识 促成了贝玉明为罗夫公主庭院 设计的玻璃金字塔 1986年 法国的画廊在巴黎展出了 赵无极有史以来最大的三联画 这幅画是赵无极为了挚友 贝玉明在新加坡的 来福市城建筑群所完成的 这幅作品啊 也是赵无极的拍卖记录当中 最贵的一幅作品 2018年在苏富比香港的拍卖会上呢 以5.1亿港币的天价成交了 他也是香港拍卖会上有史以来 卖出去的最贵的一幅作品 也让赵无极成为了亚洲油画第一人 这个时期的赵无极啊 不仅有很多好朋友 他也经常出去旅行 在一次瑞士的旅行当中呢 他看到了保罗克利的作品 透过他的作品啊 他看到了绘画的另外一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呢 也引领赵无极走向了抽象 1953年 他的绘画风格发生了变化 镜幕和花朵不再存在 他更倾向于一种想象 难以理解的创作 他把中国传统的书画笔法 与西乡的抽象主义合而为一 1954年 赵无极创作出第一幅抽象作品 《风》 这幅作品目前在彭比杜中心收藏 这幅作品跟风啊 其实是毫无关系的 他想要把我们人们看不见的一种东西 像风啊这种东西 我们只能够用心感受的 还用一种特别的新的表达方式呢 去把它描护出来 在他画风转变为抽象的过程当中啊 他的婚姻生活感情生活呢 也受到了冲击 他的妻子谢景兰呢 在法国认识了新婚 那两个人的感情呢 也因此而破裂 在这种重重的打击情况下呢 他也选择了用酒精去逃避 离婚后赵无极的风格开始逐渐的变化 从具象场景到半抽象 再转变为全抽象 我们可以从这几幅作品当中能够看到 符号逐渐的消失 整个画面是自由的笔述和大片的颜色 去替代之前的符号啊 还有具象的一些场景 那色彩的厚度啊 也从稀薄变成浓厚 色调呢 也从含蓄的水墨丹青感 转变成而强烈 又愤怒的黑与红 这段时期啊 是赵无极风格形成的重要萌芽期 也称之为甲骨文时期 通过创作表达对生活的呐喊 1957年 赵无极与皮耶稣拉奇同赴纽约 他在当地深受抽象表现主义画家 弗朗兹·克莱恩 威利普·加斯顿和阿道夫·戈特列布的作品启发 赵无极从纽约归来之后啊 开始使用大的画布去进行创作 并发展出非常大胆的个人风格 开启了长达13年的狂草时期 在此期间赵无极画出多幅 生人心魄的甲骨文抽象大作 在他看来啊 美国的绘画 尤其是纽约学派的画风呢 比欧洲啊 更加的有自发性 更加原生态 赵无极啊 从刚开始受困于中国人的身份 到将中国的符号 画入到画作当中 当以凝视甲骨文作品的时候呢 每一个符号都化人成为完美的自然界物质 是对自然最原始最灵性的表达 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灵感 我们可以通过这幅作品 《痛黎明前的黑暗期》 甲骨文时期的作品呢 看到赵无极在黑与红 强烈冲突中寻找救赎 心灵上啊 我们也能够深深的感受到 初恋这段感情带给他的伤害 那过了这一段黑暗的时期呢 人生终究能迎来曙光 他呀 也遇到了第二份感情 也将他从痛苦啊 颓废的当中呢 抽离出来 1958年啊 赵无极去香港散心 待了半年的时间啊 认识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 影星陈美琪 那有了新的爱情之后呢 他的画风啊 作品的风格也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姿态 融合了西方跟东方的艺术 他用油画质地 将中国水面画的意境扩大放大 同时啊 弱化跟虚化了线条 让油画表达出来东方式的朦胧感跟神秘感 同时啊 1958年赵无极在创作完云这一幅作品之后呢 他就不再为作品命名了 而是在画布背面写上创作的日期 这一点啊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不想要让读者啊 观众啊 去自己瞎猜 产生对标题的一些联想 而是去关注作品的本身 那这一个行为呢 也是他人生艺术创作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这幅作品的名称和日期为24.06.59 就是1959年6月24日嘛 灰白色的笔触 看似在画布上舞动 融合着传统的书法的动感啊 和抽象化的构图 见证他由早期甲骨文风格到1960年代活力风格的过渡阶段 此次他的作品啊是个剧的状态 在我们视觉的中心啊 能够看到是有一股力量冲突矛盾聚集在一起的 那这个60年代啊 也是他的一个黄金时期 这个时期的作品啊 在拍卖市场上可是供不应求 那是因为他当时的家庭啊 带给他的这种幸福跟欢乐 让他有得以创作出来这么多精美的作品 那可是呢 命运又是很弄人的呀 他的第二任妻子呢 由于患有家族遗算式的精神病呢 在1972年的时候服饰安眠药 自杀了 1973年 陈美琴在去世后的一年啊 赵无极画了这幅作品 还是我们俩 依稀我们可以看到 两根根茎相连的大树啊 倒过在冰河里 深情无限又非常的七处 60年代的赵无极啊 也就是1959年到1972年的这个时期的作品呢 被称之为狂草时期 是他艺术生涯的巅峰时期啊 也是跟隐姓陈美琴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他一生当中很多代表性的作品呢 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 无论是空间结构 或者是色彩啊 笔触啊 都非常的豪迈 热情奔放 展现了完全成熟的个人风格 有大量高价赵无极的拍卖作品啊 都是出自这个时期 那只要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在二级市场上去销售呢 就一定有人会竞拍 这是内行的事情哦 那当然啊 这个时期为什么能够这么受欢迎呢 是因为他用的颜色啊 非常的大胆 整个画风呢 也非常的豪迈 非常的有个人的风格 和明显的成熟的画风 比如这幅蓝调剧作 290964 已经多次打破了赵无极的单副作品拍卖 2017年加世德以1.52亿港币成交 2022年5月26日呢 香港的春拍啊 又在线这幅作品 以接近两倍的价格 2.78亿成交 当然啊 成交价值是一种市场上的表现 而背后掩饰不住的呢 是藏家对他作品的喜欢 1973年 50多岁的赵无极 遇到了年仅26岁的美术馆实习生 弗朗索瓦斯·马尔凯 相识4年后呢 结婚了 很多人都很好奇啊 怎么找了个法国女孩呢 赵无极也曾解释过说 很多人来到法国卢浮宫呢 都需要赵无极去解释这些作品 画的是什么 只有这个女孩呢 他会讲给赵无极听反过来了 那赵无极肯定会觉得他很有趣嘛 两个人都对艺术有了自己的见解 慢慢的情愫也就产生了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个人呢 也觉得 他的老婆 第三任老婆呢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贵人 他不仅是他的艺术经纪人 同时啊 他把赵无极这一生的作品进行了梳理 是个非常大量繁琐的工作 而且呢 用一套艺术的系统 把所有艺术家的这些文献 这些作品呢 都梳理清楚了 是个非常难得 非常繁琐的东西 而且他第三任妻子 不仅去参与到了 他的所有的画展的展览 布展当中啊 还有博物馆的这些展览的操作当中啊 同时拍卖市场上呢 他也会去尽兴帮助他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拍卖这个市场啊 是需要精英的 对于赵无极的艺术市场来说啊 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1974年 赵无极回到了中国 这是他时隔几十年 第一次回到了祖国故乡 小的时候 在杭州艺专的课堂上 公开表示自己不喜欢中国水墨画的他呢 开始在画中融入更多的水墨趣味 他将燃料稀释在画面上 用轻薄水墨式的笔触绘画 他在追求空白 空间以及光线的变化 作品展现出来一种看透适适的淡然解脱 赵无极是非常勤奋的画家 一直到80多岁还在坚持每天画画 每天会画到晚上6点半 他说就像上班一样 每年能画200多张 最后啊只会留下10到15张的作品 那2008年呢 他决定停止油画的创作 2010年春天 创作了人生最后的几幅水彩画 晚年的赵无极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俗称老年痴呆 在这最后的岁月 他一直待在瑞士 一直到2013年4月9号离世 享受93岁 赵无极过时后 他的作品都交由赵无极金金会去打理 竹林人呢 正是他的第三任妻子 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他的作品 那赵无极呀 在生前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家一户晓的大事了 那在他离世之后呢 2013年之后啊 他的作品价格也是更是直线的上升 很多狂少时期 赵无极大尺幅的作品 也都以破云元的天价成交了 在亚洲市场开始腾飞时 赵无极就成了收藏家 优先考虑的对象之一 因为他在欧洲和美国 有大量的藏家 而且博物馆啊 也收藏了很多他的作品 所以啊 他非常受到大众的追捧 赵无极一生 办了1600多场展览 作品目前列入150多个收藏系列 和20个国家展出 好了 今天的艺术分享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用了他三段婚姻呢 去贯穿了他一生的故事 每一段婚姻啊 都代表了他每一个时期 不同的画风 每一个作品呢 都能够展现出来 他当下内心的真实感受 下一次 你在看到他作品的时候 不要只是被他 添加的这种成交价啊 所震慑住了 而是要多多看 他笔下的那些笔触啊 他所用的颜色啊 他想表达出来的那种 空白啊 光线啊 还有空间 整个他的力量 希望看完这期视频呢 你会对他有多多的了解 那最后啊 还要再讲一下 他的售价 其实他作品呢 并没有那么的贵 我们看到拍卖上呢 都是过亿的价格 其实小齿幅的版画啊 在五万块港币之内 就可以拿得到了 大概75版啊 100版这样的一个版数 那另外呢 他的纸上作品 比如说水墨画 100多万出头呢 都是能够拿到的 小齿幅一点的油花呢 非常少见 因为他在中期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创作 大齿幅的作品了呢 那小齿幅的油画啊 相对来讲 价格也并不高 那大齿幅的作品啊 如果你能够 一两百万两三百万 能够见到 真的是正品 去卖掉的话呢 那你一定要去 抓住机会买了 因为他作品 很多都在法国人的手上 他早期的藏家 我记得他曾经讲过 办展览的时候呢 就是中国画风的作品 在当中的 用20法郎就卖出去了 所以在欧洲啊 可能某一些 乡村的角落 有一些老伯伯啊 老奶奶啊 他们的家里 可能会挂了一份 赵无忌的正品 如果你去旅游的时候 看到啊 千万不要 犹豫 一定要确认好 是真品之后 就买下来 我希望我在旅游的时候 也能遇到 这样的好机会 不过对于 很欣赏他作品的朋友呢 我真的建议 他的版画呢 是可以买的 放在家里啊 都非常的漂亮 可以去装饰你的家里 一些中式的 中国家庭的这种风格 你在家里 你花了几百万去装修 然后或者几十万去装修 然后你没有一幅 像样的作品 没有一幅这种 充满力量的 明识的作品 其实真的是挺 可惜也挺土的 好了 那今天就给大家介绍 这里 下期视频 我继续给大家 做艺术分享哦 拜拜 拜拜